《一人之下》动画版已经播出了三部,第四部也在制作之中,相信不久就会和大家见面。 这部改编自漫画家米二创作的《一人之下》,从2016年开播就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支持, 凭借精彩的剧情和独具特色的博语配音,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, 作为档下为数不多的人气动画作品,改编成真人版也是理所应当。 从漫画到动画,故事已经完备,改编成电视剧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。 所以,最牵动观众心弦的无疑就是选角,像主演张楚兰,宝姐,王爷这些脸色已经深入人心, 如果选角不达标,演技,形象上有所欠缺,势必完成观众的气氛。 而根据原著来看,主演们都十分年轻,可是对于娱乐圈来说, 年轻的艺人都比较稚嫩,演技也欠缺火候,自然醒也有特例像张子峰了, 虽然年轻,但是妥妥的演技派。 而此次选角也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, 彭玉唱饰演男主张楚兰,周也饰演女主冯宝宝,陆寒饰演王爷。 从这张对比照来看,彭玉唱和张楚兰的契合度很高,外形都十分俊朗,棱角分明。 出生于1994年的彭玉唱,今年27岁,虽然很年轻, 可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他,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。 也有许多优秀的作品,获奖无数,可以说是年轻演员里的佼佼者,演技也是出力拔萃。 由他来饰演张楚兰,自然是得到了观众的支持。 周也出演宝儿姐冯宝宝,宝儿子这个角色可是不好演, 作为《一人之下》中的女主角,宝姐长相很好看,也符合大众审美, 可是她神经大条,喜欢动手,并且有点拉里拉他的。 周也今年23岁,颜值不错,出演宝儿姐也能接受。 而角色对周也更是一个挑战,宝姐记忆缺失, 所以三观不同于正常人,在追寻自己的身世, 而且从其被发现后,过去了七十余年,容颜丝毫不见衰老, 简直跟小哥张启玲有一拼。 最让观众惊讶的是陆寒将出演《亡野》一角。 即使没看过《一人之下》的漫画、动画, 估计也可能听过那句《网野》《拜见老天师》的梗。 洛涵人气超高,作为国内娱乐圈的顶流, 虽然对于她的演技一直都是争论不休, 可是丝毫不影响她参与的影视剧都能大火, 从盗墓笔记到则听记, 无疑不再证明她顶流的影响力。 可是面对王爷这个角色, 洛涵估计很吃力, 王爷这个角色一正一邪, 时而有点痞子气, 时而又有点出尘的气息。 其长相清秀, 酷爱睡觉, 性格有点佛系, 却又有点丧, 不光实力强, 战斗力爆表, 还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, 和洛涵的娘根本不搭。 对于一人之下的真人版, 想必大家都十分期待, 希望尽快开拍, 早日开播吧。